这回可真的出事了 村子外面的主干道上 道路下限严重 形成了一个超大的线坑 不知勤快的大卡车 已经掉进去一辆了 你就不要再往前走了 完了 已经有两辆卡车进去了 我话还没说完 你们仨是三兄弟吗 同年同月同日埋在这儿 你别说以这个视角 真的是看不到线坑 你们想知道小红 现在是什么心情吗 你们表情包里第四个就是 真的是很悲惨啊 经过了这个惨案 我决定给他们加装一个装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飞越过去了 真的是既省W又方便呢 小黄尹是安安全全的到达了对面 至于他被仙人球扎坡胎 我就不管了 接下来过来的是蟑螂车 它这个体型看起来可真是结实 不过速度怎么样呢 虽然看起来挺慢的 但实际上还是能横跨黄球两岸 蟑螂车的跳跃能力也是很强 不过猪最终还是撞在树上了 水泥车你这么重真的要试试吗 你这样注定是个悲剧啊 算了 希望人没事吧 不过经过刚才他这一幕 忽然是我产生了灵感 如果这个大坑里装满了报废的车辆 是不是就不用修路了 其他车就可以踩着他都过去了 宝宝巴士你这是拼了呀 幸亏车上没人 一下就派上一拉罐了 真的是好人 我才刚刚有了这个想法 他就来帮我实践了 对了给兄弟们推荐游戏 奥特曼吸赖光之消除 是一款日本远古官网授权的正版RPG消除游戏 游戏以简单三销为基本玩法 配合奥特曼的收集养成 觉醒强力技能 让游戏变得超有意思 我都玩了好久了 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载吧